东旭入京走了都一个多月了 不知考上了没 我这心啊总是担心 京城是天子富贵地 也是吞银子的地方 他走时还说五十两银子给他带多了 用不了那么多 但如今看看人家 一出手就是百两银子 我真担心给咱们儿子那五十两银子 能不能挨到科考 哎呦早知道 就将留在家里的五两银子 一起给他带上就好了 这多五两也是五两啊 咱们俩在家也花不着什么呀 秀有两个月没回来了 今日咱们得了银子 明儿你去城里看看秀 燕青躺在木板床上没什么睡意 想着他吃一顿饭 有时候就要几百两银子 而老夫妻的儿子入京赶考 走了一个多月 才带了五十两银子 老夫妻的女儿做绣活 一个月才赚五两银子 每日熬夜多做绣活 再多赚二两银子 老夫妻的儿子带走的五十两银子 当时家里留了五两银子 几乎便是一户人家的全部家当了 大概这世上有农户老夫妻一家 这样辛辛苦苦一辈子 也赚不了多少银子的人 也有零化这样动动手指头 一日便能调动几百万两银子的人 世间千奇百态 都有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人的活法 他想了一会儿 倒也没有多少感慨 只是想想罢了 渐渐有了困意 便闭上了眼睛 他刚睡着便听到吱吱喳喳的声音 这动静很大 似乎就在地上 他睁开眼睛往地上看 几只老鼠在地上吱吱喳喳追逐 从这间房间追遍各个角落 又追了出去 跑去了另外两个房间 燕青可以听到 隔壁传来老鼠追逐的动静 他想着不知零化会不会被吵醒 他怕不怕老鼠 他静静听了一会儿 没有听到隔壁有动静 包括老夫妻的房间都睡得很熟 他觉得 不知该夸灵化心大 还是该夸他入乡随俗 睡得安然 灵化知道 这一路 萧泽没有安排东宫的杀手后 便踏实了下来 所以哪怕老鼠追逐了一夜 灵化只隐隐约约 听到了些许动静 却没有让他被吵醒 睡得很熟 第二日醒来 他神清气爽 走出房间 便见燕青已经醒来了 看着这奴户人家的老丈 用精条边框 燕青很感兴趣 跟着老丈学边框 灵化走出房门瞧了瞧 也觉得老丈看着手掌粗糙 但边框很是灵巧 燕青聪明 学得也很快 看起来像模像样 公子呀 你真是聪明啊 这么一会儿功夫 竟然学会了 哎哟 想当年我学编框的时候 学了一年 总也编不好 这编出来的框 用不了几天就散了 但你才学了这么一会儿 编的不亚于我学了 三年的功夫呢 哎哟 以我看哪 你这框编出来 能使一年都不会散架 燕青一脸得意 被夸了很是骄傲 嗯 老丈说得对 我从小就聪明 灵化 看着燕青脸上 被夸了得意的神采 似乎看到了 第一次初见他 在七云山脚下 三剑齐发 立了三只梅花鹿 赢得了顽固子弟们 满堂贺彩石 神采飞扬的模样 他似乎还是那个少年 其实也没过多久 几个月而已 哥哥昨天睡得好不好 燕青手一顿 好 我好像听到有老鼠 没吵醒你吗 燕青抬眼瞅他一眼 难得弯了一下嘴角 吵醒了 挺有意思 我看了一会儿老鼠打架 后来又睡了 老鼠打架很好玩吗 什么样 就是你追我 赶一圈又一圈的 哥哥真厉害 这不是以往的哄着骗着 而是自然而然 由心而发的夸奖 燕青自然听得出来 又弯了一下嘴角 心情很好 刚想说要不你也试试 但目光扫见灵化白皙 纤细嫩如青葱的手 将这句话又吞了回去 灵化没领会燕青的心思 随手拿起金条 也有点跃跃欲试 别做这个 不适合你 伤了手有你难受的 灵化顿住 片刻后 听话地放下了金条 燕青见灵化听话 心情愉悦 见他默默看着 虽然神色没什么变化 但他心里仿佛能猜出 他有多少痒痒心痒痒想尝试 他难得想起来 他和秦桓弄出婚约转让书 醉酒后第二日 他当门找上他 烤鹿肉时 乖乖巧巧听话地 等着鹿肉烤熟的模样 虽然后来他知道 他那时是装的乖巧 但那模样却也招人稀罕 我这个编碗 给你拿着玩 好 谢谢哥哥 厨房做好饭菜 琉璃喊燕青和灵化吃饭 你们先吃 他还差一个收尾 本来是看老丈边框有意思 跟着编着玩玩 但如今 答应灵化编好了给他玩 便要真正编好了才行 灵化懂燕青的意思 你们先吃 我等等 不用你等 去吃你的 若是以往 灵化听了他这话 肯定是要黏着等着他的 但如今他琢磨了一下 顺从了他的意思 行 灵化跟着琉璃进了屋子 小姐 小侯爷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太懂 唉 都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但我这个旁观者 也被小何燕弄迷糊了 众人吃过饭后 燕青也将篮子编好了 在他手里把玩了一圈 对自己第一次编出来的东西 能有如此好的模样 很是得意 那 原你 灵化伸手接过 这个篮子不大 装个两三斤东西的模样 男子拿在手里 是有些小了 但是女子拿在手里 却正正好 灵化脑子里 一下蹦出了十几种 这个篮子的用法 可以用来做花篮 做橙杆果用 装书卷用 装小衣服用等等 怎么都能用 他心里喜欢极了 没眼都是笑意 真好看 谢谢哥哥 面轻嘴角微勾 心情很好 不用谢 公子真是聪明又手巧 老头子我活了近一辈子了 第一次见着你这么聪明的人 这篮子编得不止功夫好 且花样好看 别看这么个小篮子 若是拿出去集市上卖呀 跟我老头子编的这个大筐 能卖出一样的价钱 能卖多少银子 一两 我编了一早晨 就能卖一两银子吗 一两银子不少了 是高价了 若是手艺不好的矿 也就几十文 林华在一旁笑 很是爱惜手里的篮子 这不是一两银子的事 给我一百两银子 我都不卖呢 别说一百两 就是一千两 一万两 十万两 他不缺那个钱 都不卖 在别人眼里 这么个篮子只一两 对他来说 燕青亲手编的给了他 便是无价了 哥哥快去吃饭 饭菜给你在锅里热着呢 燕青点头 抬步往屋里走 走到门口 忽然炖了一下 想起数日前 他与城出跑了东南西北 四个集市 给城侧飞买生辰礼后 云落背着他往回走 对他说 林云阳在灵化的每个生辰 都送他亲手做的东西 那他身为他夫君 他以后还能做什么呢 他当时想不出来 郁郁得很 后来便连见他都不想见了 如今机缘巧合 他亲手给他编了个篮子 看他喜欢的模样 终于能体会了 那么一点开心的感觉 一个小小篮子而已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他似乎 却仿佛找到了一个出口 不那么无能为力地憋闷了 坐上马车后 燕青忽然说 昨日我听见那对老夫妻聊天 说他们的儿子叫贺东旭 很是聪明好学 今年入京赶考 在寻这户人家落宿前 旺叔已经打探清楚了 这对奴户的根底 他们的确有一个儿子今年科考 我离京前 让人将今年科考的学子们 都查了一番底细 这对老夫妻的儿子 却有此人 贺东旭 是在二十日前到了京城 就住在京城西街的学子胡同 与一同进京赶考的学子 住在一起 大约因为出身农家的原因 手里没有带多少银两 所以学子们 隔三叉午拜师聚会 结交朋友等 他不怎么掺和一起 多数时间都是闭门读书 文采不外露 但却是个有才学的 不见得比当年的沈怡安 和徐子周差多少 都说寒门出贵子 逆境出人才 古人成不起我 我该夸奖他一句 如此厉害吗 还是该说 但凡世人只要他想查 就能查出人家祖宗十八代 进入封建中的 封建中的 但是 他们适合